号称最自由的左派 现在在把我们关在笼子里面 我们没有选择要不要打疫苗的权利 我们只有选择是否遵守 如果遵守命令 我们就可以继续上班 继续赚钱 继续养家 如果不遵守 我们就要被惩罚 这些极左派的邪教分子 在推崇同婚 变性 恋同屁 堕胎 色情 他们把世界运行依靠的法则 圣经踢出校门 他们吸引更多的非法移民来到我们这里 冲击我们的投票规则 冲击我们的文化信仰 他们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 要按照自己的肉体私欲去生活 将他们领上那一条必死的道路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情况 但是这些被人称为政治 有的人觉得 基督徒不必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 更不需要参与在其中 因为参与了就是玷污了神的教会 这是属于世界上的事 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 周天按时去教会报道就可以了 更是有人拿着罗马书十三章来找我们 说看看 罗马书十三章都说了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政府的话 我们要完全的顺服 如果要是按照这么理解的话 那么这个圣经原则 跟现实发生的很多事情 不是冲突的吗 白宫和现在的教育系统 极力的推崇儿童变性 男生可以去切除器官 女生可以去切除胸部 那么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顺服 如果不顺服 我们是不是违背了 罗马书十三章的意思呢 在已经宣布新冠疫情结束的时候 还是在推行强制疫苗 不打针不能上班 不打针要被罚款 不打针要被开除 这样的东西我们也要顺服吗 这样的理论 甚至和圣经自己的话语 都是相悖的 真言二十九章二节说 一人增多 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 民就叹息 罗马书十三章不是说 我们都要顺服吗 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恶人呢 那民为什么要叹息呢 圣经不能只看一半 罗马书十三章 这里面列出了几个条件 告诉我们 当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我们才要顺服 第一 从第三节开始 说做官的 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第二 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是深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在这边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有这样几个条件 是神的用人 神说我们要顺服 他的用人 而且这些人是与我们有益的 那么很明显 教导我们的孩子 去切除自己的性器官 告诉他 神把你的灵魂放缩身体了 你不是男人 你也不是女人 这样的东西 不仅对我们 没有任何的益处 而且对我们是大大的有害 包括所有 左派民主党 现在在美国做的东西 有哪一个是对我们有益的呢 那当我们看清这些事实 当我们了解圣经真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神在马太福音里面 清楚的告诉我们 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 我们为什么是世上的盐呢 因为我们手中握着神的真理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如果盐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也就是说握着真理的我们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话 就会被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 就像启示录里面说的 Luke warm water 不冷不热的 会被神从口中吐出去 神一再地告诉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真理在世界上 是不可能被隐藏的 不管你现在给我找出来 多少个科学家 你跟我来否定 男人跟女人的定义 我们都知道 世上就是只有两种性别 不用你再狡辩 不用你给我拿出多少的例子 不用你再给我举出多少心理学专家 等等等等 那么不单单是这一个例子 神所有的真理 都完全适用于这个世界 神的真理 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人心如何败坏 人们所谓的有多么的进步 都是不能够被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我们点的灯 就是点亮神的真理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让神的真理如明光一样照耀 这样的明光 不能被我们只是藏在斗底下 我们不是藏在教会里面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 这里吩咐我们要走出去 让真理能够照亮世界 当他们明白有一本书 记载了这个世界 全部的运行规则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原来真理的源头 不是来自于我内心的感觉 不是来自于我学校的教导 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掌控 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自由 断开枷锁挟制的真理的源头 是来自于神 于是他们明白了之后 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 创造天地的上帝 虽然这些掌权者现在位高权重 但是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说 小子们呐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里面的 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 让我们一起做最闲最闲的言 最亮最亮的光 最烫最烫的水 让神的真光照亮世界 好 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